哈喽大家好 这盆兜兰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绿磨地 他在四个月之前开花的时候呢我也跟大家分享过 这个就是他当时开花的模样 非常的漂亮 这盆兜兰在他开完花之后呢在花梗上面又长出了一片小芽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是花芽还是一个月芽 通常来说这种兜兰开完花之后呢他的花梗都会枯萎黄掉的 但是很奇怪这一 兜兰开完花之后呢他就长出了一个小芽 小芽到现在也没有进展 反而他在他的一个新枝里面长出了另外一个花苞 大家看一下 非常饱满的一个花苞 我想会不会是他正在长这个花苞所以上面那一片小叶子或者是一个花芽 没有 雇得上 长出来 自盆兜兰在他四个月之前开完花之后呢 本来就打算给他换 植料的 后来发现他在他的花梗里面长出了一片小芽 因为不知道他是花芽还是叶芽所以没有 给他换植料 我只是在他的花盆上面 再 补充了一些 泥土在上面 看一下这个是我刚刚给他浇完水的湿度 兜兰喜欢温暖 湿润 半阴的生长环境 在他还没有完全干透的时候呢就应该给他浇水 每一次浇水 每一次浇水我都是 给他泡水 完全的把所有的植料都泡湿了 你看就是现在这种湿度 兜兰是地生兰 用一般的种花种蔬菜的那些garden soil来种 已经是非常好的植料 我用来种植兜兰的 植料是用四种混合植料 在一起的 第一种就是用来种 菜种花的那种garden soil 那种泥土 第2就是一点点水苔 跟一点点木炭 还有一点点少量的树皮 因为兜兰喜欢湿润的泥土 但是他也需要排水性比较好的 种植方法 最好呢就是在盆底下面再放一点点 桃栗或者是小石头 这样子更有利于他排水的功能 就不会积水盆底下面呢就不会有很大的积水在里面 对于阳光 兜兰不需要很强的 阳光也不能直接 有太阳照射 在半阴的环境里面他就能长得很好 我这一盆兜兰都是放在室外 但是是没有晒到太阳在戒指下面最底层的地方 种植 对于施肥 在他开完活之后呢 我没有给他施过兰活的专用肥 看过我视频的朋友大概都会知道 最近我都是用教树兑水来浇我的兰花的 这颗兜兰也不例外 每一次浇水都是用教树兑水来给他泡盆 看看他的叶子 长得都非常的健康 绿幽幽的 兜兰其实在他没有花开的时候呢 他的叶子也 有非常好的观赏戒指 温孕如玉的叶子 在他没有花开的时候呢 摆在 暗台上也是 非常赏心悦目的 一种感受 兜兰在他长到有六个囚境之后呢 就可以分盆 也就是说分盆之后 每一盆应该最 守有三个囚境 他才能 更好的长出新的芽 或者是新的花枝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概在两个月左右吧 就可以再看到他美丽的花朵 到时候再来跟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的观看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